各位天洛宝子们快来看 这支母仓鼠 二远居然说星际战甲不甘 幸好登陆第十天就说能在九重天刷取一盒空战武器MOD 大家快来看它是如何翻车的呀 要在九重天刷取一盒空战武器MOD 我们去地球比邻星域的科目地带 这个任务节点 有几率出现击杀翻船战舰舰舰长任务 在翻船战舰上会刷新出大量的稳烈而升空敌人 这敌人会掉落几乎所有的 区域和空战武器MOD 需要注意的是 大家一定要接普通的任务节点进来 如果接虚空类型任务的话 敌人的类型会变为堕落者 堕落者是不会掉落 区域和空战武器MOD 完成请制任务以后 我们驾驶航道经舰前往翻船舰舰舰 离开航道新舰 我们进入战舰 我们召唤出墨石机甲 驾驶它一路向前 在这个区域不要停留 一直前进到下一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里 我们开始击杀敌人 刷我们的区域和空战武器MOD 不一会儿就会有大量的敌人 闯路刚才我们没有停留的区域刷新出来 我们一边击杀敌人 一边紧进到刚才进入的第一个区域 击杀完这个区域的敌人以后 我们再回到第二个区域 此时第二个区域的敌人又刷新出来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两个区域 不停的交替杀敌人就可以了 不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刷到 空战武器的MOD 你可以在这两个区域不停的杀敌人 直到满意为止 各位听懂宝子们学会了吗 还不如赶快跟着哈绿亚一起刷起来 尽快刷新你的区域和空战武器MO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